我的夢都很厲害 那時候我也是還很小 我就睡午覺 醒來之後我就跟大人們說 我剛剛夢到一個穿很像青潮人的官服 戴個官帽 旁邊還有一個羽毛 那他就躺在棺木裡面 他說他很冷 然後接下來臉我就看到醜醜的 我就嚇醒了 我把這件事情講完之後 大人整個雞皮疙瘩 他們發現說祖墳有 多數小朋友比較容易看到 大人看不見的東西 而女星陳又欣 身為知名靈異節目的外景主持 而從小就有敏感體質的他 也分享了一折而失 讓家中大人驚嚇不已的夢境 我從小就還蠻特別的一點 就是小孩子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天庭骨頭還沒關 所以容易看得到聽得到 我很小的時候 那我就會趴在家裡的 那個年代的電話是轉的 那我就會趴在那個電話前面 我就這樣一直看 爺爺奶奶就問說 你在看什麼 我就說電話要響啦 結果真的我講完電話就響了 爺爺奶奶他們都嚇瘋了 神童嗎 還是他怎麼了 然後好幾次都是這樣子的 有一次那時候又到我的外公外婆家了 那時候我也是還很小 可能天靈蓋也還沒有關起來 我就睡午覺 那睡覺睡一睡 我就做了一個夢 醒來之後我就跟大人們說 我說我剛剛夢到一個穿很像新潮人的官服 然後帶個官帽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羽毛 孔雀羽毛 就是我們印象中的那種形象 那他就躺在棺木裡面 那棺木裡面就是大概水是淹了 大概這個人躺著的一半 他說他很冷 然後接下來臉我就看到 醜醜的 霧霧 浑浑的灼灼 我就嚇醒了 我把這件事情講完之後 大人整個雞皮疙瘩 為什麼 他們在我睡覺的時候在討論什麼 討論說他們發現說 祖墳有一句印濕 祖墳怎麼會發現印濕 為什麼 喬菌嘛 七年之後不是要撿骨 沒腐爛啊 然後打開的時候就是那個祖生 他的身體是真的是像我夢中的 他身體是水 棺材水是淨一半的 泡在水裡 所以他說很冷 沒腐爛你懂意思嗎 然後當時下葬的衣服 就是我形容的那樣子啊 所以你看我那時候小時候 都會讓大人多驚慌 因為我剛好夢境都是很厲害的 除了自己的夢境 他也表示 曾被年紀相差多歲的弟弟的 童年童育 嚇到狂奔出家裡 好我有一個這個弟弟 然後那個弟弟呢 他跟我年紀有差距 所以他在娃娃的時候 我就已經常抱他 然後後來慢慢長大了 然後會爬啦 會有點說話 壓壓血雨的時候 那在家裡的客廳 只有我們兩個在 他竟然對著那個客廳 往廚房的一個 那邊沒開燈 暗暗的 他對著那邊說 嘿嘿嘿 抱抱 哇 他對著空氣 然後整個是最黑暗的那個地方 而且這是我家耶 我基隆老家耶 在家裡竟然有這個東西 我整個快崩潰了 他一直要過去逃報 我一把抓住他的後領子 你知道嗎 抓著我就往外跑了 而且我告訴大家 那個時間不是晚上 是白天 白天時間 那個東西真的還是會出來 不要以為不會 是真的會 回出去的時候呢 真的是大白天的 我就趕快在外面 抱著這個弟弟 曬太陽一下 因為太陽其實就是 最陽剛的嘛 那我在曬太陽的同時 我就覺得 好像能量比較慢慢有 身體比較熱 我才敢進屋子 不然的話我是真的不敢 所以我後來發現其實 小孩子他是看得到 也是聽得到的